欢迎继续回到什么不可说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在台湾做这些电视节目 其实真的是 你说可以大家有这个革命情感 然后也能做出一些好东西 撞击出很多的火花 所以台湾电视怎么会这么好看 就是因为有这些神经病 大家在一起 神经病对不对 因为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艺术家的气息 很多人都很有艺术家的气息 像Lotus会不会觉得很烦恼 同时很多人在追你 因为革命情感 其实难免会有一些接触 但是其实 接触到什么程度 非常浅显的程度 能到什么程度 不过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想 就是刘淑婷小姐应该也知道 就是说难免在那个圈子里面 会比较复杂 有很多人都说 媒体圈很乱很乱 可是事实上其实不然 其实你只要谨守自己的原则的话 其实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难免会被吃吃豆腐 这是很难免的 比如像说我最近 嘴上吃豆腐还应该的 对嘴上吃豆腐 那你就要跟他回来回去 那也训练自己的反应能力 可是呢通常很多的主持人 他们会毛手毛脚 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最清楚的就是一个贺什么什么的贺 不是贺一行啦我知道 对 他就非常会就是会揉啊会抱啊 热情的表现 对像无什么的线什么这样子的 他们都会热情拥抱 也不是无中线 对 反正他们就是对于像这个女工作 女方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会用拥抱啦 或者是摸你的小手啦 来表达他 但不是情意 纯粹就只是想要跟你接近而已 但他们还不知道情意 有的时候是好玩你知道吗 对就是好玩 我是觉得他们也要表现出他们就是大哥的感觉 对对对 无中线最主要是胆子像 哎呀见鬼啦 哎呀哎呀 见面先抱一下 对不对 因为他见了鬼啦 对 我印象最深刻其实是贺一航先生 那贺一航先生其实他非常有才华 但是我在看到这个影剧签里面 有一些接触到的众议主持人 有非常多 其实是非常珍惜自己的才华 那么力求表现 但是在贺一航先生呢 我是觉得他很可惜 我想大家现在也都知道 但是在刚开始我们那时候 在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他会有这个就是 就是有吸毒的 不好的习惯 等等的嫌疑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去敲门 赫拉哥 录影了 还会想说为什么他每次都要上厕所上高半个小时呢 那后来才知道 所以有嫌疑这样子 对有这样子的嫌疑 可是一直到后来我们才说非常的清楚 但是一直都把这种 Cristian Mark放在心中 那也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传播圈里面 主持人里面 我的感受是他们非常有 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 他们的反应 因为反应好 所以他才能够存在 对了 各位好像喜欢上厕所的时候 看三国志 对也许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魁虚心 Mark 不知道是内智外在三国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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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都是异常误会 对对人家喜欢在上厕所 因为很多人就这样 就抓紧一点的这个时间 去充电 所以才会非常有才华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没有才华要有莲花 刚吻的 其实你也碰到很多嘛 其实像我觉得有一些挑战 有一段时间 短剧是非常风行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 像不管是韦中哥的时代 还是王军的时代等等 他们现在其实也都还是做很多好的节目 做得很好的节目 对像有一段时间 像郭子前那些演员 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短剧 其实就是真的是考验一个人 有没有才气 有没有立即反应的时候 那所以现在好多的演员 都是那个时候被逼出来的 如果没有那种硬逼的环境 其实这些才华也都展现不出来 我觉得我们台湾 现在能够奠定这么蓬勃发展 也是以前这几位的制作人 硬逼出来这么多优秀的表演人员 所以才会呈现一直以后 到有线电视 其实这么多台了 可是好像感觉上 还是有很多很多这种 很优秀的这样子的演员 都表现出他们的节目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 这种大的压力是应该的是不是 当然是应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种这种都不会 是不是 你讲到猪这个 我们当时被骂的 所有的男性的用词 都已经用在我们身上了 所以像你女生没有当过兵 像我们男生当过兵 当兵的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人家长官 尤其班长在骂你 把你祖宗八代 把所有这种字典形容词 通用你身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原则 就是说他怎么骂 你就信你去唱三歌 你就当时他去唱三歌 就不理他 这样子 那他们也挺有学问的 所有的这些字 他们也都通通懂 对啊 他们骂起来的时候 其实非常顺畅 非常顺畅 你根本就觉得 就是顺口溜 你都不必担心这样子 对 那把你的这种内心深处 人家讲说我们在表演学里面 有一堂课叫做 打开内心的黑盒子 就把你的这个意识 潜意识 阿拉野识 第九意识 他们都拿出来讲 把你打的这种一无是处 然后让你 就是说从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你就是说坚强啊 茁壮 然后发挥你的潜能 如果说你在这个潜能 没有发挥的话 你就out 就get out 你就离开这个圈圈 其实像这样的话 有时候像在美国的话 这样是说节目是不行的 但是在台湾 其实好像已经是司空见惯 你在美国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告性骚扰 可能会被告侮辱 对 种族侮辱 等等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节目 比美国节目好看 对 蛮多 那你看台湾的 intertainment 节目 跟美国intertainment 节目 你去比较吗 美国intertainment 就不是唱歌 就是跳啊 要不然就是一些什么 star show 那些 就是这样子啊 像Lotus的话 从执行制作 它一直干到这种 制作人有说双卦 双卦制作人 那上面有个大制作 大制作可能是老板 对 大制作可能都是包业务的 有可能是大方是老板 这样子 他就委托你 就是执行制作人 制作人嘛 那这样子 从那种双卦制作人 后来变自己单独的 就是独当一面 当个制作人这样子 那这中间的过程是相当辛苦的 像我们以前 刚开始从助理 小助理 第三助理 第二助理 第一助理 一直这样子 无论如何要进到这个圈圈里面 然后经过这样的训练 然后这样磨练 然后一直到制作人 其实 那个时候在当执行制作的时候 是非常苦的 执行制作就是打杂的嘛 对 对 执行制作是打杂之外 他还要兼顾 就是照顾很多人的情绪 照顾很多人的情绪之外 他还要兼顾 就是大家的吃喝拉撒 全部你都要照顾到 那时候自己要排个现金 然后还要算这个预算 其实因为台湾的人力上面 都是压榨到最紧缩的 所以其实一个执行制作 说难听一点 其实就什么都要全会报 管家婆了 管家婆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执行制作如果发得好的话 其实他可以这个入阁了 你知道 当什么经济 台湾部长 对不对 用最少的预算 然后做最好的戏 做最多的戏 而且要把气氛弄得最好 对 像其实那个好的制作人 他就是要控制到一个预算 然后把戏拍得最好 像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朋友 在台湾拍这些非常 现在很红很红的这些偶像剧 很多都是他拍的 那他经常就说 还有戏函的拍完 全部预算用光了 然后这档戏又超预算了 对 他们天天在烦恼的就是这些预算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下面用的导演 你下面用的执行制作 都没有把这些东西算好的话 那真的是很伤脑筋 钱又不高 到最后你这档戏 你就算是再红 也没有办法把钱赚回来 那如果说你海外的版权 又卖得不好的话 那就很惨 所以常常会说 一档赚一档赔 一档赚一档赔 到最后你倒是赔还是赚 那只有一直拍下去才知道 因为通常都是电视公司给我们 就是给我们这些 不管是制作的单位 或者制作的公司 给我们一笔经费 可是这笔经费呢 你就必须要省着用 那如果你用超支的话 你就准备要开始赔钱 可是如果你能够省下来 其实他就等于是赚钱 当然以后 如果您节目做得非常红的话 你还会有广告的收入 很好的收入等等 另外的分红这些 其实对一个制作人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 而且就是 有些制作人他很有钱 一下子 一声就变得很有钱 可是他可能下一档的时候 一声就又下来了 所以高潮跟低潮的这种 这种从高到低 从低到高 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磨练是非常 非常非常的坚强 对我而言 对一个制作人来讲的话 他找的这个执行制作人 如果说他在预算方面 钱没有抓得刚刚好 老是超支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个执行制作 就不算是好的执行制作 对 对 没错 那除了就是说你预算方面 要抓得好 人员 现场的气氛还要带动 对 那我们觉得就好像这个执行制作 不要有经过那个救国团 那带动去 白日一三进 雅荒开入海流 对 带动唱的那种感觉 对 就现场如果说一个气氛很僵的 有时候会很累 有时候拍戏会拍到很晚 一早了一晚 到了半夜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劲 对 没有电了 我可以解释一下 像我以前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台市 有做一个就是综艺节目 但是它很特殊 它是以一个一个歌星 它算是首开先例 以一个一个歌星就是为主 我们有做过琪琴 林志颖小虎 对 现在听起来都有点久远 还有就是很多的歌星 李懿君等等 他们的那个就是等于是 演唱会 一个主角式的这样子表演 帮他安排歌舞 可是呢 为什么刚才您提到 我会跟您这样子讲的原因 因为他们在准备啊 准备之前 所有的观众 全部都已经坐在那里 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要下去表演啊 就表演啊 要说说唱唱跳跳 要给他们热场 等一下那个谁来 等一下 林志颖上来的时候 大家我们要把牌子举起来 对不对 还要这样子举 然后我们要喊 林志颖我爱你 林志颖我爱你 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好像就要 像发疯了一样 你知道 我们还要在肩在台上里面 去跟大家讲说 等一下喔 你们要怎么表现会比较好 其实那个时候的时候 因为你有些人做过 这样子的排练了之后 其实您知道吗 在现场真的在演出的时候 其实歌手都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有感觉到 观众有给他的回应 那个观众的回应之外呢 本身呢 这种互动的时候 他在画面上面的呈现 就会非常的好 所以效果会非常的好 包括这个观众的 跟这个演员 他们或者歌星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你们在那个 歌星表演之前 就要先去当救国团 像马戏团 像小丑一样的马戏团 像小丑一样的马戏团 教下面的观众怎么样演出 对 所以很多那种唱片公司 或者是经纪人公司 其实签约的 应该签一些执行制作 对不对 执行制作有很多人表现得比 其实现在很多宣传都有 都会在现场先讲 但是执行制作都上不了台面 不是长得不好看 像我们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不撑头 不过基本上来讲 热厂子这个工作呢 基本上还是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 就是说对 就是要下去训练 所以你刚刚就是望着北坡 对不对 你看你长得比 美艺君要好看 对不对 要比菜精好看 对不对 下次他们都会来露宿 对 这一站把他剪掉吧 这一站把他剪掉 对 对 所以我们之后就讲说 我们不只是说 前面现场这种气氛要带动 对 然后你完成了之后 那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说 子音制作很努力很尽责的话 人家讲说 刚刚那个地方我有穿帮 我要修掉 那现场这一站要剪掉什么东西 其实每一个地方 从头到尾一直到播出 每一个小细节 其实具细你每一个东西都要注意到 才会做出最好的呈现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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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